1月4号2021第一天 我被检查出感染了新冠肺炎COVID-19 按规定需要隔离 回家后搬到一个独立房间 与家人隔离 刚好我听完张医师新冠肺炎COVID-19的课程 就可以学以自用了 原始点医学告诉大家 所有疾病之因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只要把握这两个要点就可以来解证了 首先我自己准备软软包 红豆袋 电热毯 姜片 姜粉 姜粉瓶 按摩棒 灌肠小管 马上贴了两个软软包在身上 因为它可以整个晚上保暖 利用红豆袋 温乎头部 开始平缓多次用姜粉 喷鼻子 喷喉咙 喝大量姜汤 还有我平常用的小球和按摩棒来按推 下午除了咳嗽 我有泻肚子的症状 马上用姜粉灌肠 经过两次灌肠后就停止了 晚上感觉身体发冷 我用三个软软包贴在大毛巾上面躺下 身体上面盖上红豆袋 两小时后改用电热毯 一晚下来除了咳嗽 用姜粉喷喉就有改善 1月5号2021第二天 早上起来感觉还好 自己用按摩棒按推头部 跟上背部原始点 及喝大量姜汤 只泻肚一次 用姜粉灌肠止住了 有点头痛 就热乎头部原始点 晚上也用软软包三个 红豆袋温乎上下背部 及温乎头部 深夜头痛加剧 乌呼可以减轻 但整晚头还是痛 6号2021第三天 早上起来感觉体力差了 失去了味觉和嗅觉 用姜粉泥按推头部 还有轻微卸度症状 再用姜粉灌肠 晚上睡前涂姜粉泥 在头部和背部 温乎着睡觉 夜里虽然多处骨痛 还有一点花烧 因为温乎效果很好 头痛减轻 花烧退了 1月7号2021第四天 早上起来还好 体力差了 骨头不太痛 但胃口不好 晚上用姜粉泥 温乎头部和背部 晚上多处骨头 还有疼痛的症状 1月8号2021第五天 早上感觉还好 体力有点恢复 中午骨头还痛 利用红豆袋 温乎20分钟就解症了 按推头部和背部 晚上热敷 整晚出了很多汗 换了好多次衣服 保持甘爽 1月9号2021第六天 早上起来精神体力不错 胃口很好 恢复了味觉 嗅觉还没有恢复 整天身体比较轻松 晚上改为温乎 还有点咳嗽 继续喷姜粉 加强热源 1月10号2021第七天 整天感觉很好 胃口精神体力都不错 白天有点咳嗽 以后几天 除了咳嗽和嗅觉 没有恢复 其他症状全部消失 精神体力恢复很多 我继续自我按推 喝姜汤 及保持运动 我知道善用热源 当外来厄源跟病因结合 出现症状的时候 身体会消耗很多热源 所以我准备了红豆袋 电热毯 暖暖包 姜片 姜粉 及喷鼻的小瓶 接下来我就对症失智 有咳嗽 合胸痛 及鼻塞 用姜粉 喷合胸 及鼻子 需要喷多少次 就喷多少次 头痛 发烧 就温乎头部 软软包 24小时 贴在身上 白天一片到两片 晚上睡觉 用三个软软包 贴在大毛巾上 躺下 身体上面盖上 红豆袋 或电热毯 像三明治一样 这样下来 可以解决 头痛 发烧 发冷 骨痛 咳嗽 鼻塞 及种种症状 但是症状有 反反复复 也用同样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 几次来回反复后 有很大的改善 而且最大的好处是 可以保持自己的体力 心理方面要放松 无论怎样变化 都要心态平静 不能超之过急 运动方面 我做一些 立于呼吸的运动 比如深呼吸 甩手 扩胸 仰臥起坐 无地挺身 及多走路 利用太阳照背部 来增加热源 饮食只吃 温热性食物 1月15 2021 第12天 我再次去检查 病毒转阴性 其实几天前 我的感觉 已经没有什么症状 因为我的体力 已经恢复了 检查只是一个指数 它没有太大意义 在整个过程中 我都没有吃一片西药 止痛药 及退烧药 我参加一个 有关新冠肺炎 后遗症的讲座 有很多得过 新冠肺炎的患者 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例如 体虚 气短 胸口疼痛 关节疼痛 等等的长期后遗症 西医现在看来 还是没有完善的治疗方法 其中有个患者 拇指弯曲 核子关节疼痛 他执行医生 有何治疗方法 西医告诉他 现在还没有 因为以前 没有人得过这样的病 我在病毒转阴后 也有些后遗症 例如 气短 咳嗽 虚弱症状 我经过 温呼 按推 运动 调理后 已经恢复正常了 跟我一起得病的朋友 他现在还会气短 滑力 及体虚 一位是去年得病 现在都没有康复 我很幸运 可以学习 及应用原始点医学 让我轻松度过这一关 我用了原始点 治疗我的新冠肺炎 七天以后 体力完全恢复 检查 呈现阴性 并且没有任何后遗症 其他人用西医治疗 虽然检查也呈现阴性 但大多有许多后遗症状 西医没有热炎的概念 都是用韩娘的治疗方法 这就是用原始点医学和西医治疗最大的不同 原始点治疗新冠肺炎后遗症的方法 1.按推 按推头部及上背部的原始点大开关 2.内外热炎 温乎头部及上背部 喝姜汤及红森补充热炎 3.运动 两卧起坐 弧地挺身 走路宜家等等 4.良好心态 5.充分休息 我住纽约 今年62岁 2021年1月4日 去检查 得了新冠病毒阳性 政府就告诉我 需要在家隔离 也可以安排我去酒店隔离 我选择了在家隔离 就在前几天 我刚好上了张医师 有关新冠病毒的课程 张医师说 所有疾病 都是因体伤跟热能不足 解决疾病 就是要按推相关原始痛点 和加强内外热源的补充 回到家 我就在我背部的内衣上面 贴了两个暖包 加上我有一点咳嗽和喉痒 我就开始 多次地用原始点的姜粉 喷鼻子 喷喉咙 每次效果都很好 但是 有时会反复 我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应对 到了晚上 我就用两个暖包 放在床上的背部的地方 盖上大毛巾 枕头上面也放一个暖包 盖上毛巾 就躺在上面 上面盖着温热的红豆袋 两个小时以后 我就改用电热毯 在盖电热毯的时候 我就会用毛巾隔开 利用三文字式的温敷方法 有时候觉得太热 我就会把温度调低一点 白天 我就尽量让自己 我尽量自己按推 头部跟背部的原始痛点 和喝大量的姜汤 几天下来 我的症状是头痛 发烧 发冷 骨痛 咳嗽 体力不足 失去味觉和臭觉 还有腹泻 开始腹泻 我就用姜粉 灌肠 效果很好 虽然症状有时候会反复 但是我还是用按推 灌肠 奔肤的方法去应对所有的症状 然后多休息 多做运动 帮助呼吸畅顺 保持良好心态 拒绝含量失误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我就出了很多汗 换了很多刺衣服 然后白天精神体力 就恢复了很多 口味很好 味觉回来了 1月15日 我再去检查 已经转为阴性 在这过程中 我没吃过一片西药 包括维他命 感谢所有在这段时间里 给我帮助过的朋友 和兄弟姐妹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